為何以為女生落入金牌多? 這個問題給得非常好 我先計算一下 行了行了 我知道你計算不定 講完答案給你聽 完全不用猜 當然就是女生多 知不知什麼叫跟過不讓鬍眉? 知不知什麼叫陰性陽衰? 是的 你們是拿得多一點點 的確有小部分人說 中國體育是陰性陽衰 不過我們可以肯定的是 中國體育一定就是陽性陰衰 譬如剛才採訪的中國體育男隊 男團金牌 比起男隊 你們女隊差一點 嚴重偏方一點 數來數去 最多的都是一門平衡目 好像計算樓船之後 只剩下這個平衡目 是世界頂級水平的 其實不是偏方問題的 是缺少像程飛那樣的全能型領軍人物 又沒有年輕的選手 今年之後 還有很多主力即將退役 所以下一屆真的令人擔憂 咦? 那又怎同呢? 上一屆我們是主場 今次我們打下場 而且還有什麼傷病 還有裁判因素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樣的成績已經很好 我還記得 女子團體體操比賽員那一天 六個女隊員都哭到憤怒 某台的記者一邊拍 他們就一邊哭 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唉 心痛到我 人家已經哭到這麼慘了 好心你不要拍不要問 那時候不問 我們今天來問 不知現在他們的心情平伏了沒有 中國女子體操隊 在倫敦奧運會 遭遇近年來最慘重的一場失利 在奧運女子體操團體決賽當中 發揮不穩定的中國隊出現了兩次重大的失誤 最終無緣獎牌 僅僅排在第四位 而在單項的賽事當中 女隊隊長鄧林林 拿到了平衡的冠軍 亦都是這一屆中國女子體操隊唯一的一面 單項金牌 衰龍獲得銀牌 今天 還有我們演播聽的 就是這兩位女將 讓我們聽聽她們的心聲 我們大家都是想 站上領獎台去的一塊獎牌 嗯 那是很可惜是嗎 對 嗯 當時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情呢 嗯 有點遺憾有點可惜吧 雖然那時候大家都已經盡力了 但是最終 因為競技體育很殘酷嘛 嗯 想拿第三也只有一個 最終還是羅馬尼亞站上去了 嗯 嗯 那時候我們可能覺得 可能大家會有點自責 或者是會 嗯 想如果再做好一點的話 會怎麼怎麼樣 但是那已經 嗯 已經成事實了 就是 就 勇敢面對吧 那時候 當時誰是第一個流下眼淚的 是你吧 是你嗎 是你 對 大家都很想取得第三個好成績嘛 嗯 因為 從第二項 我打頭炮開始 就 沒有打好 嗯 反而有 重大的失誤 嗯 然後 後面的自由超 爽爽又 出現了一些失誤 嗯 所以說 作為怎麼說 作為女隊的隊長我吧 嗯 就感覺 特別的 嗯 當時有些自責吧 嗯 因為畢竟 平 是我第一個上場吧 嗯 如果我在想 當時 頭炮打好了 可能後面的 一些失誤 也不會出現吧 好了 不要再說了 別說 所再多 其實你也 沒把 我 我對你真的很無奈 現在 是嗎 其實呢 我們的運動員 已經是很努力的了 全國人民都看到的 所以呢 千萬不要自責 因為我們的體育 講究的是 體育精神 是要超越自我的嘛 嗯 其實呢 衰鹿呢 就是我們北京奧運會之前的一匹黑馬來的 最好叫做什麼呢 小巴雷 有名叫 小巴雷 所以呢 他動作非常漂亮的 好像跳巴雷那樣的 但是他呢 因為缺乏國際比賽經驗 所以錯過了北京奧運會的 今次的倫敦奧運會 很可能是他第一次 也就是最後一次的參加奧運 今次呢 他的資格作當中呢 排名第一 是熱門選手 當他做朋友沒有出變 下來那一刻 全世界都以為他是冠軍 嗯 昨天的節目呢 我們已經講過這個問題了 第一個出場呢 就真的沒有好處的 那衰鹿呢 就是第一個出場了 誰知道呢 一山就環有一山高 跟著出場的鄧林林呢 可以說是一匹黑馬 表現也是非常之完美的 沒錯 在他們兩個表現都差不多的情況之下 但是鄧林林的難度分數呢 比衰鹿高一點點 所以他總分都是比衰鹿高一點點 於是乎我們中國隊 是包攬了這個項目的金銀兩塊牌的 嗯 非常之美的一場仗 從女團到女子全能 再到女子單行 中國隊呢 未能夠收獲一塊金牌 直到體操項目的最後一個比賽日 我們才能夠收獲這一塊的金牌 所以這個呢 對於我們中國的小花們來說呢 可以說是意義非凡 衰鹿愛好小巴女 2008年在美國進行的國際體操邀請賽上面 衰鹿斬獲了女子個人的全能金牌 一箭成名 2008年全國體操錦標賽 其奧運選白賽 衰鹿再次獲得了自由操和平衡目的兩枚金牌 因為缺乏國際比賽經驗 她錯過了北京的奧運會 在今次的倫敦奧運會上面 衰鹿獲得了女子平衡